還要喝茶嗎? 沒有啦,阿嬤不是拍照我們在聊天啦 她只是在玩手機 聊天啦 小姐 嗯? 可以給妳借個電話 打電話嗎? 借電話? 對,我今天忘記帶手機 如果要聯絡我朋友 好啊 謝謝 好 謝謝你 欸,帥哥 要跟你合照一張嗎? 怎麼了嗎? 因為我只是覺得你長得很像我一個朋友 我想給他看 喔好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欸,很帥耶 還OK 欸,方便給我你的聯絡方式嗎? 不然我會傳給你 你有facebook嗎? 喔有啊有啊 好啊,嫁一下 好啊 小姐 小姐,那個是妳的 很奇調了嗎? 不是 欸,不是嗎? 那它在妳後面欸 聽到了 聽到了 要不要看一下 裡面有 是不是 是妳的嗎? 是不是我的啊? 還是我們可以看是誰呢? 你知道我看 裡面應該會有身分證 好啊 喔,是我的是不是? 沒有啦 這個是我的LINE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加一下嗎? 哇 欸,不好意思 我想問 就是我們現在 在哪裡? 我好像迷路了 在哪裡? 嗯 我們家的位子在哪裡? 欸,這邊可以定位啊 這邊可以定位啊 謝謝 請問總太帥 所以我看到你們的Single League 謝謝謝謝 可以給我你的電話嗎? 電話喔 好啊好啊 覺得是迷路的時候就可以打電話給你 你 用Google Map就好 Google Map 對 我就是我的Google 哈哈哈哈 哇賽 好好好 可以了 謝謝你 你好 可以跟你玩一個遊戲嗎? 好 就是 我現在外套裡面有一件衣服 然後如果你 猜對裡面的顏色的話 我可以送你一個小禮物 如果你猜錯輸了的話 可以跟你要LINE嗎? 什麼小禮物? 待會兒就知道了 方便請問一下 你這件外套什麼 這件嗎? 嗯 欸 Uni Pro 我平常可以方便借我看一下 喔好 喔 喔你來是Uni Pro 我還以為你現在是Kevin 我可以跟你交換Facebook嗎? 喔可以來可以來 那個小姐 不好意思 我跟我朋友在玩大冒險 然後我 我跟我朋友在玩大冒險 喔 對然後我輸了要跟你要LINE 不然我就要跳舞 跳翠虎 對啊 喔你朋友在哪我也想看 那如果我想看的話 我就不要給你 對不對 對 欸 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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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掰掰 怎麼 我想問阿公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都怎麼搭訕的 如果是男生要搭訕阿公的話 我們都嘛辦活動 辦什麼活動 因為我唸的都女校啊 都是有一些男校 約我們一起去 去郊遊啊這樣子 整隊坐著公車去 內酸西 外酸西 跑山啊 對對對 那阿嬤咧 除了阿公之外 有誰追過阿嬤嗎 這樣很尷尷 阿公以外 我們早 交男朋友 那有人 有追阿嬤嗎 啊 有沒有人追你 有啦 有人追啦 怎麼追 怎麼追 要怎麼追 會跟你聊天 聊天 然後去山上玩 會有在路上 然後看到說 欸小姐妳長得好漂亮 可以給我妳家電話嗎 有這種事 早就說我們那種沒有電話 就是妳要上 妳在上學的路上 會被人家跟 以前要問就是問妳家弟 沒有 我們大半都穿著學校制服 都知道妳在哪 然後看看學校 然後跟學校 然後跟學校 喔妳是經驗幾班 沒有所以以前要追一個人 妳要先了解她的上下學時間 然後會經過的路線 然後就是要把握那個時段 她已經在路口已經觀察很久了 欸對 欸其實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反而女生看到才會覺得很有心嘛 像現在就收到一個簡訊 可是也是不敢接受耶 她如果每天來怎麼辦 那我可能會改遍路線吧 真的假的 如果是阿公妳看到覺得 覺得長得帥的 夠度在旁邊 覺得長得帥的男生的話 欸也不敢耶很奇怪 就只是會默默的看說 這男人長得好帥 可是不會想要就是去認識 或是什麼 不會耶 阿嬤妳今天有 尷尬三男生 啊妳有主動去追什麼男生嗎 他都 他來找我 都他來找我 喔沒有人 對阿嬤不會都是別人來找阿嬤的喔 對啊 不是不喜歡天氣那個男朋友家 他住在山上嘛 山上的男朋友不好 所以阿 阿嬤怎麼樣啦 身上太高啦 我要去上上 要上班的話 麻煩 所以我不要教 喔所以男朋友要找 就是離上哪個地方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現在得到的結論是以前 可能不會在路上 就是隨便亂打賽的人 因為以前那年代 女生比較含蓄 然後他們會 比較害羞 如果有人遞指條 就像應該像現在 這個時候 在某些街頭 如果有男生突然跟女生講話 現在會接受嗎 應該也是不會吧 對不對 現在會比較OK的 看誰 對 現在女生會看人 所以以前 就是長得帥就可以 然後長得醜就會嚇透 那以前不是嗎 以前如果長得帥的阿勾也不行 不敢啦 不敢 因為不了解人家的狀況 就不會多了幾句嗎 那以前如果現在有男生長得很帥 然後跟我要電話 他就可以按我粉絲團戰 阿嬤妳覺得幾歲 交男朋友 妳還說嗎 有啊 我說妳覺得現在幾歲交男朋友 比較好 剛剛好 剛剛好 現在的水 幾歲啦 反正大學畢業應該很高 大學畢業 阿嬤的觀念是大學畢業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好 By the way 我大學畢業沒多久 阿嬤就問我是不是要結婚 哈哈哈 等一下 然後妳跟稍微再往回推 阿嬤剛剛說大學畢業交男朋友 然後我大學畢業阿嬤我也不知道 交男朋友跟結婚那個 間距很短 因為 阿嬤妳為什麼 一陣陣 都 弟弟 跟我說 要快結婚 哈哈 哈哈 我以前這樣說 哈哈 哈哈 大學剛畢業耶 我 我怕妳去交度派 阿嬤有好 就要趕快 趕快嫁了阿 要保 保 保 保餓住阿 對不對 我們現在幾歲結婚的正常 25到30之間吧 有這麼早 女生的話 男生可能晚一點 30歲太多 太多 哈哈哈哈 我的想法是這樣啦 你30歲結婚的話 以後要生孩子比較 難 悔得體育更難 所以喔 高齡省 就對了 會危險啦 所以喔 還是二十幾歲就要結婚了 這是一個生理的問題 對 你要生一個小孩也要 要順利才好啊 對不對 很難的生嘛 對不對 我也聽說二十幾歲生小 趕快生小孩 比較聰明 比較容易就變瘦 瘦回來 所以要生一個小孩也不容易 生一個小孩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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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我已經二十四歲了耶 要怎麼辦 媽媽妳就二十五六九 哈哈哈哈 睡兩年就要睡 妳剩一兩年囉 完了完了 時間正在倒數當中 我好緊張喔 妳今年就二五了耶 噓